我们期待刘晓的新戏 所以做运动员是一项事业 做艺人也是一项事业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奥运冠军 这是李小鹏 08年奥运会之后呢 他就退役了 10年结婚 12年他做了爸爸 在我个人看来 男人做爸爸这件事 也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当爸爸一年多了嘛 然后现在对照顾小孩 有没有很熟练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熟练 就是任何要照顾小孩的 我觉得我都没问题 当天李小鹏作为全球洗手日的推广大使 携妻子女儿一起在北京参加活动 在家庭中的李小鹏 对女儿照顾的无微不至 洗衣服做饭无所不能 可以说是全能好爸爸 在事业上 退役后的李小鹏 开办一家体育公司 自己做起了董事长 听说你好像有一个称号 现在叫李董是吗 对现在是在这个非凡领域 那么做一个体育公司 包括像刘璇啊 像这个郑洁啊 中国很多这个运动项目 非常好的顶尖的运动员 其实我们都帮他做独家的商业代理 如此说来 李小鹏现在是家庭事业两不误 大有感超体育界的传奇人物 李宁的趋势 不仅获得的金牌数量 比李宁多一枚 创造了新的记录 连他开的公司 也都是在李宁集团旗下 其实李宁大哥从运动员来说 就一直是我的偶像了 那现在我们是作为非凡中国的 这个全职拥有下属公司 那其实非凡中国的这个主席就是李宁 所以我现在也很有幸的 能够跟他一起合作 前段时间